打完這款在陸服進行封測的古代戰爭2 最後的勇者 進來囉 下載容量2G以上 品質應該是會很不錯的 我會治療大家 注意安全的 這邊看起來品質就很好了 我們還未安全 後車 後車 長暗螢幕 跳過劇情 跳過吧 現在陸服啊 在進行封測的遊戲啊 有水準的正式非常多了 今年少說也15款以上了吧 有水準的遊戲 看得出來可以期待一下2025年啦 這個冰女 他會凍結耶 還主動技嗎 雷電 沒有那是控制器的 我想說是雷電耶 這位置好正喔 而且還有搭語音耶 剛剛又看了一眼就還好 路斯 比較漂亮 好啦 繼續開始任務 戰鬥速度還真快 繼續戰鬥 不過感覺起來 戰鬥應該是無法切出的 戰鬥應該是無法切出的 臉部 無法一親方者 無足成勝 人類永存 這一個嗎 眼神妮娜 這是 這是一開始的嗎 我只想為了自己要活 不要阻攔我 不要阻攔我 我的父親是個大英雄 我的父親是個大英雄 好啦 到上這了 來吧 這邊升級一下 這裡升一下 好嘞 主角部分好像要靠那個技能點去升他 走主下好像就有了 主角升級會變成六星的索菲亞 要到達青銅七喔 這陸上有很多東西可以撿 開始戰鬥 剛剛都有升級啦 輕鬆通關 再來 戰鬥 戰鬥 戰鬥有其他視角嗎 好像沒有 我的父親是個大英雄 我也要成為大英雄 很可惜啦 無法拉近 燒木快開起來 可以撿耶 一鍵上陣 那我排一個 這樣子好了 全部散開 因為他那個 附陣的位置太多了 我們就站遠一點好了 不然他們勾在一塊啊 這邊多東西可以撿啦 風車就沒差了啦 就體驗而已嘛 我會制裁正義 奪回天啟城 這索菲亞 很漂亮耶 有女神 的前職 這什麼 一個魔法陣 喔不用啦 傳送過去 這隻BOSS嗎 卡爾 欸比較大隻欸 總算可以好好的看一下他們技能 總算可以好好的看一下他們技能 箭打起來也是很猛的啊 我有一次掛 啊我都沒有升角色齁 難怪他彈不住 但是我就是你丟起了棋子 買個你的目標 是希望之一 選擇 這些都給我 好啦你趕快領便當啦 我要敬我 敬你 會面行者 我相信你不是我族的希望 我會進來的 我會制裁正義 我會制裁正義 你會不會天啟城 你會不會天啟城 我會制裁正義 我會制裁正義 全部升一下好了 人 我太弱了 我必除我被送我賣到那一起 喔 好多寶物喔 我剛剛有撿完嗎 好像漏掉了 算了不理他了 提升主角的位階就是要擊敗怪物 在你中醒來 屋外到處都是慘叫聲 我走出毛巫 屋外有好多遺忘族 我醒頭 但被他們追上 需要 跟隨他們 從這邊撿一撿吧 在他試生捏的時候 周圍我們撿一撿 你也成了一個 骯髒的遺忘族 幸運的是 我看到我們的家 被燒成灰燈 只不過建議衍生了 地圖是比較寬的 這遊戲是類似的 但還沒到那個境界 哇他練好久 主角技能 升級 技能成就 這邊完成了 完成任務 差不多要升了吧 七日簽到 第一天 十連抽 希望他不要做太坑 這種類型的 印象中 福利都不是特別好 其實打了那麼久啊 他還不能 轉蛋 這遊戲 這遊戲這樣子 不太優 沒辦法刷手抽啊 這樣至少三四十分鐘以上吧 恩 要不要 就玩到這裡好了 太久了啦 然後你就要一直打怪 你這種怪物啊 按理說 你應該要怎麼做 戰力太低了啊 你就不要進戰鬥畫面了 你直接就進行碾壓就好了啊 有一些遊戲有做到這樣啊 敵人太弱 他就直接倒下了啊 你也不用去打 你這樣一直打這些怪物 意義不大啦 啊 出到二了 我覺得有一些東西 你還是改一下吧 因為這遊戲感覺起來 他不養肝欸 因為 有個地圖啊 你還是要去進行探索的 引起掛機之後也不行 要一直刷 那個放置遊戲 做成指向的 然後你要讓人玩家一直刷 前面玩起來品質很好 所以我現在 就覺得有點 扣分了 好啦 你玩體驗75吧 本支影片到這裡吧 大家掰掰